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 加工越少 吃得越好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podcast 我是酸女孩的创办人洋葱妈妈 然后我们团队鼓励大家原型饮食加工越少 吃得越好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我们的来宾呢 是我们芭蕉小喜蔬食的创意主厨 Erika来跟我们大家分享秋天里面一个盛产的食材 就是柿子 柿子很容易不小心放到太软 可是太软的时候就好甜 那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就化腐朽为生气 还是可以吃得进去 最重要你吃得很开心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如果今天柿子并不只是拿来当水果吃 不是脆脆的吃法 也不是软软的吃法 那我们今天把它变料理 那我们请Erika设计一道食谱 然后还有秋天呢 就是秋天很容易大家就是皮肤容易干养 那在干养上面 在饮食上面有什么建议的调整 那如果今天吃荤跟吃肉又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 那我们今天邀请我们的芭蕉小喜的蔬食创意主主 Erika出场 大家好 我是Erika Erika直接一次就是连着两集 跟我们讲秋天怎么吃 好 那上一集呢 她跟我们讲说秋天吃根筋 然后她就分享了她很爱吃地瓜 然后跟我猜解了 全家那个地瓜到底为什么这么的甜 这么好吃 对不对 还讲了台农57号台农66号 就是秋天这两个品种是最好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今天就走一个主题 柿子 柿子你很喜欢吗 喜欢 你上次讲地瓜 你的眼睛就散发的那个 就 它很甜 很像零食 那柿子是不是也是 是啊 因为以前我是跟阿公阿嬷住嘛 所以柿子是一种高级礼品 而且要软软 就是够软 长辈才会喜欢 而且通常 这是一种 很像日本进口的感觉 然后又很喜气 然后吃起来好甜 简直就是一种甜点 很甜甜的感觉 所以我 其实我小时候啊 我老师说不好意思 我本人从小对柿子的印象是不好的 因为我小时候 如果我真的我妈妈人家 送我们家的时候 就是一盒 然后一打开都是软的 然后那时候不知道的时候 吃起来就觉得 怎么那么甜 然后我会开始 就是我自己也很穷小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 不太让我吃零食的 所以我对甜的东西 我其实是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爱 可是我发觉 太好就是从Erica讲 她其实是一个长辈之间 在好像把它当作 一个很高级的礼品的概念 所以她就好像一个甜脸的概念 对 那我是一直当妈妈之后呢 开始比较有上传统市场 就发觉 因为柿子其实是可以吃脆的 而且脆的很好吃的 对不对 好 那Erica要不要跟我们分享 你觉得柿子啊 为什么脆的好像没有那么甜 那为什么到后面就变得很甜 它就像香蕉一样啊 脆的时候没有那么甜 软然后它就熟了 它就熟了 对 它就是很熟了 对对对对 那Erica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我知道柿子很甜 可是柿子很甜 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 柿子它橘色的嘛 所以它还是有β胡萝卜素 蛮浓的 然后还有磷啊 甲铁这种矿物质 然后它里面会不是有一块一块 那种 对没错 那种是很胶 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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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纤维质 蛋白质 所以我其实我之前有听过 他说什么 小孩子啊 如果就是有时候常便秘的时候 在秋天啊 就让他去吃一些带一些软的柿子的时候 他其实就比较容易排便 甚至你刚刚讲 就是里面有个水溶性纤维 就是里面的胶质的部分 对 然后还有蔗糖嘛 一点糖也是 是润 一点润 肠的感觉 难怪 小孩 就是有时候在吃那种甜的柿子的时候 就开心的要命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就觉得那很像 就是甜点啊 然后他 但是意义上 我觉得吃这个柿子 总比他去吃糖果跟点心好了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原型食材 好 OK 那我觉得Erica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来聊柿子 其实我们要把大家可能心里会觉得 每次都碰到那个柿子 不小心把它放到很软 要不然就是家里刚好人家送我们一盒 那盒就是软的 就是当一个正品的概念 然后就是要吃软的 可是有些人就真的没有办法吃那么甜啊 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这一道 让这个水果变得很软 然后又很甜 可是还可以吃下去 那我先分享我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次也是不小心 放得太软 然后最后呢 有一天我们家里冰箱刚好没果酱了 然后我就叫我女儿把那个柿子的皮剥掉之后 捣碎它 然后我就把那个柿子变果酱抹在吐司上 然后我女儿就很开心 第一个就叫她DIY嘛 那小孩最喜欢动手做 然后动手做就很开心 东西都会吃下去 可是我发觉 好嘛 很好用的 把它当果酱 你觉得这方法OK吗 OKOK OK 很甜 很甜 对 小孩爱死了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它又比果酱更好 那你有没有什么做法 柿子的话 它其实有三种 一个是硬的 一个是软的 一个叫做果干 柿干 对 柿干这件事情让我很困扰 你真的有吃过很好吃的柿干吗 有啊 就是要配茶 柿干要配茶 柿干要配茶 那柿干 但说真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踩到地雷 买来是不好的 对 那柿干 我们不可能把它丢掉 因为浪费食物 你觉得柿干怎么可以再变化料理 有吗 因为柿干它更甜 所以说我们一次也没办法吃太多 除了配茶之外 因为这样子两种 日记里面都有吃柿干 配茶这样 那如果说家里真的太多了 你把它当作果干的感觉 它的口感其实有点像无花果干 哦 无花无果干 这样我就听得懂了 那你就把它分一块块 然后放在沙拉里面吃 哦 对 放在沙拉里面吃 然后把它当无花果干 对 我找到它一个生命价值的 它也很有营养啊 它跟无花果干 营养都是很有营养 很有营养的 好那刚刚讲的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一道沙拉酱是用柿子做的 如果买了一批柿子结果它整批都软了然后你也吃不完的话除了做果酱之外如果来不及做果酱你可以把柿子打成泥或跟酪梨现在刚好也有酪梨打成泥然后变成一包一包冷冻起来之后就可以跟牛奶或豆浆再打成 柿子酪梨牛奶 我觉得好好喝哦 你这样讲我已经觉得很好喝了 对 OK 对那或者你也可以拿来做沙拉酱就是一样柿子打成泥之后加上百香果再加上浅脂醋或者优格 优格耶 对 就会让它变成更清爽 除了甜 然后又有一些清爽 酸 对 变成沙拉酱 然后就可以保存起来这样子 这个这一道我真的很喜欢它把它变沙拉酱 然后刚刚他有讲说跟把柿子打成泥把酪梨也打成泥要把它冷冻起来 对 然后之后呢退冰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跟牛奶结合打成泥就变成一个冰沙的概念 对对或者是豆浆 豆浆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不喝牛奶 对 有人对牛奶过敏 对 会有肠躁症会 那就可以选择豆浆 这一道我喜欢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主厨来我们都不会放过他会一直问他说那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因为大家都喜欢听主厨讲那个料理的技法 那Erica其实最厉害 其实他在西班牙的厨艺学校有发觉到西班牙人其实大量吃很多的蔬食的这件事情 那我就想说Erica在设计很多的蔬食料理的时候是都带有一些欧风的感觉 对地中海风 地中海风 然后你就发现他会使用大量的一个橄榄油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又会带一点点印度风 所以他之前才会把那道咖喱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头再去听 我们有一道讲咖喱是用天然的香料去做成的咖喱 并不是用市售咖喱块做咖喱 那个香料比例配方就是Erica他自己拿捏出来的 然后那一集的收听量非常好 因为很多的粉丝听完都说哇那方法超简单 可是我居然可以吃到这么天然的咖喱 而且小朋友也都会很喜欢 所以Erica的菜里面就带一点点地中海风格 又带一点点印度风格 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香料 所以现在他帮我们设计的这一道 所以我希望符合你的个人风格 就是是不是有带点地中海风格 对 可是有香料的feel 对对 可是呢要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讲我们上一集有讲 就是说中意建议就是秋天吃酸跟干嘛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食物里面带一个酸 主要是因为身体要保湿 避免皮肤干燥 所以你会怎么设计这一道食谱 我们今天主题是柿子嘛 那我们已经讲过柿干跟太软了 那我们就用脆的柿子来做料理 对我们刚还没讲脆的 对 那脆的柿子生吃已经很好吃了 对 但是吃不了太多 对对 那我们就变化一下 那这道菜有没有一个名字 有 它叫做义士柿子烤蔬菜温沙拉 哦 义士柿子烤蔬菜温沙拉 它很贴心帮我们设计一个温沙拉 不是沙拉冷冷的 因为秋天到嘛 对对对 温沙拉 好 那做法上面呢 这个温沙拉 我会加一点糙米 那这个你要先煮好糙米 好 先把糙米煮好 煮熟了 然后我用柿子再加上角白水 因为刚好也是这个秋冬的蔬菜 那义士烤蔬菜通常就会用花椰菜啊 红黄椒 红黄椒 这些东西 那我们可以多用一些我们台湾在地这个时节的蔬菜 像角白笋 茄子 然后现在台湾也有种结瓜 现在也有结瓜 有结瓜这两年好多 对 然后蘑菇 所以柿子 角白笋 茄子 茄瓜 蘑菇 这些东西 先用那个橄榄油和那种意大利香料 最简单的 意大利香料 然后盐巴 一点黑胡椒 抓均匀 那橄榄油我是建议用好一点的 因为它对我们身体是比较润 好 所以多一点也没关系 好的油都会吃没有关系 然后就把它铺平进烤箱烤 大概180到200度 烤30分钟以上 看你喜欢的焦度 哦 要烤到30分钟哦 对对 30分钟 180到 因为里面 因为温沙拉嘛 我们不需要让它太深 因为下面会有生菜 所以这个有的烤久一点会比较甜 啊 了解 例如像柿子 我们不想吃它太深 对 然后它烤过以后会更甜 更甜 所有东西都比较浓缩 好 然后就把它烤好之后 就先拿出来 嗯 然后在盘子底下先铺糙米 哦 已经这道菜已经有一个淀粉 好的优质淀粉 对对对 它整个就可以吃饱 又很健康 对 那这个为什么是糙米 因为糙米它的那个保持 外面那个米糠是对身体非常滋润的 嗯 所以糙米又QQ的 对 所以说先放糙米 然后上面再放一些生菜 嗯 然后上面再烤好的这些烤蔬菜铺上去 嗯 然后上面最后可以加我刚刚讲的沙拉酱 就是柿子沙拉酱 嗯 或者是我们 刚刚上面讲的一个就是柿子跟百香果跟优格跟浅脂醋混在一起的沙拉酱 这是一种沙拉酱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不要那么复杂 对 你如果没有之后你就用浅脂醋啊橄榄油 淋在上面就好了 对一点盐黑胡椒或者你家有任何的沙拉酱 嗯 对 那因为你如果想要增加一个特殊的香气的话 你可以加什么蔬菜 九层塔 对 九层塔 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新鲜的百里香啊 啊 我觉得九层塔你这个idea很棒 对 忽然就是有另外一个新的冲击出来 对 整个就是很有地中海味 对 就是很地上橄榄油的部分 好那我重复一下这道菜就是义式柿子烤蔬菜温沙拉呢 就是你必须要选当季的蔬菜 你可以用我们刚刚的柿子呢 角白笋啊 洋葱啊 大蒜 然后还有茄子之分下去烤 180度到200度C烤 30分钟之后呢 在烤之前要先淋上橄榄油 然后还有一些香料 比如说意大利香料之类的 或者是盐巴的部分主要是让它出水 180度C到200度C烤了30分钟之后呢 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你可以在盘子上面先铺上一个糙米 好糙米主要是一个 它有一个好的淀粉质 然后另外一个 它的那些穀物的部分 对于肠胃道代谢其实是很好 放上糙米 然后再放上绿色的生菜 再放上你刚刚烤30分钟的温沙拉 然后最后呢 上面可以淋上最简单就是橄榄油 再加浅制醋 那如果呢 你想要增加一些独特的香气 就可以加上九层塔 对不对 好 刚跟Erica聊完就说 Erica那你下次来料理教室上课就做这道菜好了 她说可以耶 结果我们就即兴创作了一下下 对对 好 OK 好 我自己很喜欢这道 因为那个柿子啊 就已经把它变成温沙拉的概念 然后它会更甜 对不对 好 OK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其实每一集里面都有一个粉丝的提问呢 那我先把问题提出来 她说秋天很容易皮肤干扬 然后抓完之后就容易有一片红红很难消 想要问适合吃什么食物改善呢 好 我们先问一下Erica主厨 如果你这样皮肤干扬啊 然后容易搔痒的部分 你自己有什么方法改善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去擦什么药 这个抱歉我们不适合 对 我会涂橄榄油 你涂橄榄油 那你是 那橄榄油要很好吧 要好 要好一点的橄榄油 或者直接吃橄榄油 我有蛮多的朋友早上起来都是先喝很好 很好的橄榄油 对 因为好的橄榄油 其实很快要吸收进去 你不要觉得 好像 那不是油油的吗 可是好的橄榄油 它很快会吸收进去 会吸收进去 所以 也可以哦 身体都可以 OKOKOK 所以Erica建议的是用好的橄榄油 所以不好意思哦 你们厨房里面那个什么 得意的什么 的那个油不是 千万不要拿来擦 我很害怕你们拿来擦 因为它是属于料理性 而且它 它是精炼油啦 因为那个它还是精炼油 它不是纯橄榄油 这个是要跟大家解释清楚 好 那我们白果中医师针对这一题皮肤干扬 他的回答是说 如果你只是在秋冬出现 其他季节不会出现 那就表示皮肤干扬 是跟季节有关系 那有些人可能是 大部分是遗传造成 那他说在这时候 其实在秋天的时候 如果你去擦一些 保湿滋润的东西 基本上可能就可以稍微改善 那如果从饮食上面 他会建议大家是 从滋润的方法去着手 比如说春天吃 酸味跟干味 其实就是保湿的功能 那我就算是食物带酸 所以我们这两集里面 设计的秋天的料理 都是带酸性 是这样的一个特性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要吃的话 就是也建议带一点点 补血效果的食材 那补血效果的食材 当然是可能是肉类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吃蔬食的话 补血效果的食材 Erica你觉得什么食材 其实现在当即就有 而且其实蛮健康的 补血通常就是铁质 然后它颜色偏红 所以现在最好的 我觉得就是红火龙果 它现在很便宜当即 对耶 就红火龙果 大家好像都 其实我们可以用食材里面去取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说会建议大家就是说 除了就是吃了 吃一些保湿滋润的食物之类呢 然后可以摄取一些补血的食材 火龙果或者是肉类都是OK的 他说也有可能有些人 其实是对某些食材过敏 但他自己不自觉 比如说很多人 其实对牛奶是过敏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最近呢 又特别严重 那你可以会试着就是 牛奶有一阵子不要去喝它 那如果你觉得你有改善 就表示其实 你的身体是不适合这个食材的 那很多人就是可以找借由 就是比较有自觉的方式 去对某个食材 去做一个停滞 不要去食用的动作 然后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没有改善 那你就大概知道 自己对哪些食材是比较过敏 那如果你要碰到秋天干燥 你本身对牛奶食材 就已经过敏 然后你又喝更多的牛奶食材 你觉得状况就会更严重 因为季节会加速这件事情 好所以就是 可以大家去思考 就是你最近刚好身体 是不是有一些不舒服 可是要不要想一下 哪些食材 你可能要停止摄取 好OK 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最近在谈秋天食材的时候 我们就有提到就是 我们就说试子应该要出来 她说可是 还没有出来 没有大量出来 没有大量出来 然后就Erika就开始有点忧心 那我们也发觉 其实真的 因为Erika是一个主厨 她基本上每天都在做 新鲜食材的一个 所谓的采购 或者是要去挑食材 跟果农 或者是跟食材端 在地农 小农这些合作 你有没有发觉 就是这几年 就是你在找到天然新鲜的食材 然后在气候环境的变化之下 你有观察到一些现象 有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菜园 然后加上菜市场 例如我们的菜园 现在就是很难种 因为我们是用有机的方式 现在实在太热 然后又没有水 所以现在我们菜园就要修根 然后市场上 本来这时候会出来的 一些秋天的食物 在地的也都还没有出来 现在出来少量 可能就是例如高山上 它天气已经比较凉了 所以有出来这样 那一般的还没 所以气候变迁 跟我们一般理解的食材 已经出来的那个 节奏 都不一样了 对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从 因为跟Erica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 在采访过程中都会聊 然后她就聊到她最近 就觉得这一两年 这件事情是越来越严重 那其实我觉得是 也是想要跟大家 就是鼓励大家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吃蔬食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行为 我们并不是要你说不吃肉 而是说你可以去思考 一个礼拜七天 那我们举例来讲 就要两到三天吃蔬食 对 然后减少所谓的 这个地球的碳排饭量 因为毕竟肉类的碳排饭量 是比较多的 然后另外一个吃当季 跟吃在地 就会减少所谓食物里程的 这件事情 还有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农夫 因为你帮他买 其实就是支持他 因为现在 其实他要多花很多时间 例如浇水 本来浇一天浇两次 他今天要浇三四次 对 而且就像 因为天气热了 他就要浇很多次 另外一个 又缺水 要拉水 又要拉水 然后虫害就会多 虫害就会多 然后他还要做到 无农药这件事情 我自己觉得 他已经很爱地球了 他也很爱 我们脚下的这片毒地 可是说真的 我们其实只要用 我们实际上消费的行为 或饮食行为去支持他 我觉得每个人做一点点 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有机会 然后当然 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正念 正念就是说 因为我相信 你心里想的事情 这世界就会怎么变 那我也相信 就是你心里怎么想 所以跟你正念 跟你一样 磁场或者是正面的人 他就会靠近 那我觉得这个世界 就是有机会变得更好 所以今天很谢谢 Erica来跟我们分享 从世子一开始 到世子怎么样 把它变化料理 然后世子太甜的话 可以去做果酱 之外呢 还可以变沙拉酱 所以当时我觉得 其实最后一段 他跟我分享 就是气候变迁变化 对于土地 跟所谓的 无农药食材的 在中上面 会有多少的辛苦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然后借由 多支持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个礼拜吃两三天的蔬食 也是对地球 就是爱地球的一个行为 我们今天很谢谢Erica来 特地从宜兰来 对不对 好 那大家有机会呢 如果你要去 宜兰罗东运动公园 那麻烦到芭蕉小喜 这个Erica的餐厅里面 去支持她 因为她用的都是 在地无农药的食材 然后去坚持做一些创意料理 谢谢Erica今天来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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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